哈囉大家好我是蘋果妹 今天我們要來看如何在iOS 16 或者是iPhone 14上面換鈴聲 從頭到尾只會用到iPhone內建功能 就可以把你想要的影片轉換成鈴聲 好那我之前其實就已經有做過換鈴聲 但是差在哪裡呢 就是iOS 16它的捷徑其實裡面變動還蠻大的 就是有一些按鈕你可能會找不到 那其實舊的腳本還可以用 所以如果你已經寫過的話 其實這部分就不用再寫了 那我們現在先解釋一下 今天換鈴聲的三個步驟 非常的簡單而且很快 第一個就是要用螢幕錄製 把你想要換成鈴聲的影片錄下來 再來第二步我們要用iPhone裡面的捷徑這個APP 把你要的影片轉成音檔 那這個部分我們要自己寫一個腳本 非常簡單不用擔心 那捷徑如果你不知道是什麼的話 它有點像是iPhone上面的工具庫的概念 而且今天寫完的腳本它是可以重複利用的 就是以後如果你想要再換鈴聲的話 就不用再做這個步驟了 再來第三步我們要用iPhone裡面 本來就有了Garage Band這個APP 把你的音檔設成鈴聲 也就是說如果你原本就有音檔的話 你可以直接跳到第三步沒有問題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開始今天的教學 那第一步就要用螢幕錄製 把你想要的影片錄下來 那如果你不知道螢幕錄製要怎麼用的話 現在很快來跟大家講一下 首先進到你的設定裡面 然後我們去找到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往下滑 你會看到有一個螢幕錄影 它的左邊有一個加號 把它加進去 它就會跑到上面來 那它如果原本就已經在上面的話 就不用理它 接著我們到網路上面去找到 我們想要錄的影片 然後我們就會螢幕錄影把它錄下來 譬如說找到這部影片 我想要錄它的話 我從右上角往下滑 就會打開控制中心 然後我們去找到一個圓點 那在開始播放之前 我們按下這個圓點 它就會倒數三秒鐘 那三秒鐘之後 我們就開始播放這個影片 那現在就開始錄了 那我們等大概30秒 因為我們的鈴聲最長就是30秒 那錄完之後 我們就按一下左上角這個紅色的按鈕 然後它就會問你要不要停止 那我們就按停止 然後它就會存到你的相簿裡面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到第二部 因為它現在是一個影片 我們要把它轉成一個音檔 所以我們就要用到iPhone裡面捷徑這個app 那如果你找不到捷徑的話 你可以到桌面的最後一頁 這個app資料庫的地方 然後在上面打捷徑 你就會找到它了 那現在我們打開捷徑 那現在我們就要新增一個腳本 那這個腳本是寫一次就可以了 那捷徑的這個首頁 我們看到右上角有一個加號 我們點下去 那這個畫面就是所謂邊寫腳本的畫面 那我們先按一下最上面這個新捷徑的右邊有一個 向下的箭頭 然後裡面有一個重新命名 這邊我們幫這個捷徑命一個名 例如說影片轉音檔 那下一個步驟跟之前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我們要先按下面的i 最下面這邊 然後我們把這個在分享圈欄中顯示把它打開來 然後按完成 然後我們要加入動作 就是按下面這個加號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到上面的項目裡面有一個媒體 點下去 然後呢往下滑 去找到影片這個大項下面呢 有一個編碼媒體點下去 然後就出現這個編碼捷徑輸入 然後右邊呢有一個藍色箭頭點下去 下面呢把這個頸線音訊打開 那這一步呢就完成 接下來我們要加入下一個動作 大家看到下面這個媒體的視窗 右邊有一個插槽把它關掉 那我們再一次點這個搜尋欄 那這一次呢選擇右邊第三個文件 那我們往下滑呢去找到儲存檔案這個選項 然後就會出現儲存已編碼的媒體 右邊呢一樣有個箭頭我們把它打開來 那注意一下這個詢問儲存位置要是開啟的狀態 好第三步就完成了 然後呢我們再把這個文件的視窗把它拉開來 那在儲存檔案的上面呢 有一個重新命名檔案點下去 然後就會自動變成將儲存檔案重新命名為名稱 那這個名稱是淡藍色的 我們長按它 接著選這個每次都詢問 好這樣子就完成囉 是不是非常的簡單呢 然後現在呢我們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接著呢我們就要到相簿裡面 去把我們這個影片轉成音檔了 打開相簿之後呢找到我們剛才那部影片 然後按一下左下角的分享選單 打開之後往下滑 你就會看到我們剛才寫完的捷徑 那如果你沒有看到這個影片轉音檔捷徑的話呢 你就把相片還有剛才的捷徑都先關掉 就是把它滑掉之後呢再重新把它打開 那你找到之後呢就按一下這個影片轉音檔 接著它就會跳出一個讓你儲存檔案的視窗 這邊呢我們先按一下右下角瀏覽 然後看到上面的這個標題呢 要是我的iPhone的資料夾 然後按右上角的完成 那選完資料夾之後呢它會跳出一個名稱的視窗 在名稱這邊呢我們就幫它命個名 例如說我這邊幫它命名為鈴聲音檔 然後按一下完成 然後這邊出現一個要不要允許的視窗 我們就按永遠允許 這樣子就存好音檔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進到第三個步驟 也就是用GarageBand把我們的音檔設成鈴聲 那GarageBand的部分呢可能你的手機裡面沒有 那你就到App Store下載 它是iPhone裡面原本就有一個App 在你的手機裡面找到GarageBand 或者是下載完之後呢我們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你就會進到這個畫面 然後看到這邊是鍵盤對不對 我們把它往左滑 滑到一個選項叫做錄音機 然後把它打開 然後這邊按好 接著按一下左上角這個長條狀的按鈕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音軌的狀態 然後接著我們把上面的節拍器 藍色的節拍器把它關起來 接著按一下右上角的齒輪 然後裡面呢我們去找到一個選項叫做時間指標 把它打開 然後你就看到上面的這個軌道呢 它已經從幾拍變成時間了 接著呢按一下時間軌道最右邊 有一個小小的加號 然後裡面看到段落A有沒有 點進去 然後手動編輯呢把它調到大概18 然後按一下隨便一個地方 它就會變成30秒以上的時間了 因為我們的鈴聲最長是30秒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匯入檔案了 首先按一下右上角這個圓圈繩索 然後裡面按一下右邊的檔案 接著呢選下面的從檔案App瀏覽項目 這邊呢按一下右邊的瀏覽 接著找我的iPhone 我們就會在我的iPhone裡面呢 看到我們剛才存好的這個鈴聲音檔 點下去 然後它需要一點時間來匯入 那這邊呢我們可以直接按這個檔案看一下 它是不是我們要的鈴聲 確定沒有問題之後呢 我們按住這個鈴聲把它拖到軌道裡面 拖到底之後呢我們按一下這個藍色的音軌喔 你會發現它前後有一個把手 你就可以去調整它的開頭跟結尾 那如果想要移動的話呢就按住它 然後前後拖移 然後如果你想要調大小聲的話呢 上面有一個控制器的按鈕 點下去之後呢 看到有一個音軌音量我們可以把它調大聲 全部調完之後呢你可以按一下上面的播放鍵 來播看看這個聲音是不是你滿意的 完成之後呢按一下左上角的往下的箭頭 然後這邊進到檔案的畫面呢 我們長按剛才我們已經編輯好的鈴聲 就是我的歌曲 接著選一下分享 中間呢就有一個鈴聲的選項點下去 然後鈴聲呢我們就可以幫它命名 接著呢按一下右上角輸出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將聲音作為點下去 然後我們就可以選標準鈴聲 它就會變成你的來電鈴聲囉 那接下來呢我們可以到設定裡面 來看一下我們現在的鈴聲喔 設定裡面點下去 然後選聲音與觸覺回饋 裡面呢我們看到鈴聲點進去 在鈴聲的下面你就會看到我們剛才做好的 這個可愛鈴聲的選項 那如果想要把它改成原本鈴聲的話呢 就可以選下面的倒影 它後面有一個括號預設值 就是原本的鈴聲這樣子 那如果你想要刪除鈴聲的話呢 就在鈴聲這邊往左滑 就會有一個刪除鍵了 那今天寫完的這個捷徑腳本 它是可以重複利用的 來跟大家講一下要怎麼重複利用 一樣呢我們去找到自己想要的影片 然後用螢幕截錄把它錄下來 接著呢直接到相簿裡面呢 去找到這部影片 一樣按分享選單 然後再按剛才我們寫好的捷徑 然後把它儲存成檔案之後 它就變成音檔了嘛 接著後面Garage Band的部分 就完全一模一樣 那今天設定完之後呢 原本的螢幕截錄的影片 還有音檔都可以刪掉 那其實這樣設定完是不是覺得非常的簡單呢 那如果你遇到什麼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大家可以一起討論 然後如果有什麼很常發生的問題的話呢 我也會把它置頂 那如果你設定成功的話呢 也記得要給我的影片按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把小鈴鐺打開到全部喔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我是蘋果妹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いき horror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diyorum ا再見